483 顾名中华妇生协会 1.4 顾名中华妇生协会 动物情感与人无异 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 它们也有孤独、忧伤、彷徨、高兴的时候 洪先生是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 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动物们的情感 洪大哥 怎么你又在这里观察动物啊 是啊 你看这只小狗多么通人性啊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动物情感的论文呢 这只小狗的情感就是我论文里的一部分 动物情感?动物懂感情吗? 我觉得它们那些所谓的情感只是它们的本能反应罢了 那是你对动物并不了解 只要你注意观察它们的行动 就会发现它们的亲切感或者忧伤感 你看 它和主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高兴 而如果你伤害了它 那它就会显到异常愤怒 如果遇到伤心的事情 它还会流泪 是啊 我就曾经见过一只死去自己孩子的母狗 整整一周的时间 它天天流泪 看上去让人非常心疼 嗯嗯 难怪人家都说 狗通人性的 遇到高兴的事情就跳跃 遇到伤心的事情就难过 这只是它们的本能而已 哪能说明它们有着和我们相同的情感呢 这时候 红先生看到自己脚下 有一排成群结队的蚂蚁正在行进着 于是它便做了一个实验 嘿 你看 这些蚂蚁找不到前进的路线了 它们显得非常的慌乱 这很正常啊 它们慌乱是出于本能而已 你说的没错 任何动物失去方向后 都会显得慌乱 可是为什么这些前进着的 没有被挡住道路的蚂蚁 也变得很慌乱呢 是啊 这些蚂蚂蚁没有被挡住去路 它们为什么也会这么慌乱呢 它们是因为自己的同伴不见了 所以才会显得慌张 要知道蚂蚁是非常团结的动物 它们这个团队突然少了一部分 怎么能不慌乱呢 你们看 这些蚂蚁在寻找那些掉队的同伴呢 你看到了吗 蚂蚁如果不懂得情感 怎么会折返回去寻找自己的同伴呢 真没想到 就连蚂蚁都懂得团队精神 是啊 有时候 动物们互相之间流露出来的感情 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 我就收集到了一段关于猴子相互救助的资料 它们的行为和我们人类简直就如出一彻 是吗 红大哥 你说给我们听听吧 这是发生在印度的一件事情 在印度 猴子是非常神圣的动物 印度人对猴子敬爱有加 因此会看到许多猴子在街道晃荡横行 喂 你们快离开这里 听到没有 快离开这里 先生 你为什么要对猴子这么凶啊 它们并没有妨碍到你什么 我驱赶它们可是为了保护它们的安全啊 驱赶它们是保护它们的安全 难道这里很危险吗 是啊 你看这里有几根高压线 如果这些猴子爬上去很容易被电到的 所以我才将它们驱赶到远离高压线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啊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调皮的猴子 一下子跑到了高压线上 哎呀 不好 真糟糕 一不留神 它就跑到高压线上了 它掉到了铁轨上 我们要赶快将它救上来 否则 一会儿火车开过来 会将它压死的 火车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现在是不能进入铁轨的 你快看 又跑过去了一只猴子 它应该是那只猴子的同伴吧 没错 它这是要去救自己的同伴 哎呀 不好 火车要来了 快离开那里 快离开那里 火车要来了 很危险的 真的好幸运 猴子没有被火车压到 那只猴子 对昏迷不醒的同伴 不离不弃 经过近二十分钟的救援 这只被电晕的猴子 终于醒了过来 这段过程 被当时在场的一位旅客 用手机录了下来 你们可以到网路上 找找这段影片的 猴子对待自己的同伴 都这样不离不弃 可见动物是真的懂感情的 而且丝毫都不比我们人类差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看来我对这些动物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是啊 你应该多接近一下身边的动物 当你熟悉它们后 你会发现 它们之前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亲情 我弄个影片给你们看 你们看一下 哎呀 这不是给孩子最后一抱的袋鼠妈妈吗 怎么 你也知道这个 是的 这组令人心碎的照片 在网上非常出名 很多人看到 都忍不住流下眼泪的 哦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位名叫埃文的人 在澳大利亚的原始邻区散步时 攀设下来的 妈妈 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感觉好一些了 孩子 我的孩子 让妈妈最后一次抱抱你吧 孩子 妈妈以后不能再陪你了 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妈妈 妈妈 十年来 我每天都会来这里赞步 但从未见过如此景象 也不确定这只磁袋鼠发生了什么情况 身体并没有枪伤 但整个场景看起来非常悲伤无助 看来袋鼠的亲情丝毫不逊于我们人类 真是想不到 面对亲人的离去 动物们也会伤心流泪 是啊 袋鼠妈妈 是那么留恋自己的孩子 而小袋鼠因为母亲的离世 更是伤心 其实动物之间的亲情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呢 是啊 宏大哥 前一阵子 我就看到一段海豚妈妈救助被防沙网勾出的小海豚的影片 那情景也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在澳洲 许多海滩附近都设置鱼钩和网线等阻拦鲨鱼的装置 然而这些装置却会误杀数以千计动物 妈妈妈妈妈快来救我 我游不了了 孩子 你怎么了 妈妈 我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游不了了 你快帮帮我 哎呀 孩子 你怎么被防沙网缠住了 海豚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浮出水面换气 所以海豚妈妈一直在着急地用头将小海豚顶出水面 好让它探出水面呼吸 不知道这只海豚妈妈在小海豚身边试了多久 幸运的是一名潜水夫发现了这个情况 于是便将这只小海豚从防沙网上救了下来 是啊 动物的情感世界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动物的情感世界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人类和动物拥有相同的情感 反思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 让更多的人学会爱护和关爱动物 我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播着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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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